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也变成了低欲望一族 不喜欢社交 不喜欢喧闹 日本是个相对包容的国家 对社恐比较友好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得到尊重 让我震撼到的是 日本市政厅窗口竟然备有纸和笔 让聋哑人或者不喜欢说话的人 通过纸和笔来和政府工作人员交流 国家的强大是让每个国民都能得到尊重 正如前个视频所述 我每天在家上班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买衣服 周末不喜欢购物 喜欢在日本的河川旁边看书 晒太阳 最近在看《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非常给大家推荐 日本是一个独空气的社会 就是人与人交往之间 需要时刻察言观色 不被讨厌是日本人非常在意的事情 毫无顾忌地表达 在日本是一种挺难的事 这本书就告诉我们 想要活出自己 就需要有一种被讨厌的勇气 话题说回来 从生活方式可以看出 我基本是一个清清寡欲 物质需求比较低的人 我一年一般会有两次旅游 分别在五月黄金周和年末 旅游花的钱会比平时较多 去年五月 我环游了北海道 从札幌到日本最北的池内 然后租车去了网走 再乘坐火车去了川步 最后去了富良野 一个人的旅行 全程用了七天时间 花了二十万日元左右 我对美食没有特别的追求 喜欢看不同的风景 环游北海道 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今后我会给大家分享 这次美好的经历 东京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有钱人可以得到满足 低物质需求的人 同样也可以得到满足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低欲望程序员二月份的花销 二月份吃饭 我一共花了两万两千日元左右 约合五千台币 人民币一千一百元左右 由于在家上班 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做饭 我周末会在超市买一周的菜 然后自己在家做饭 原来通勤上班时 午饭在外面吃 一般要花八百到一千日元 在家上班 自己做饭后 只要五六百日元就能够吃一天 我偶尔会出门外食 这个月就出门吃了一次寿司 两个人一共花了两千多日元 约合四百五十台币 人民币一百元左右 这个月买菜只花了两万日元左右 约合四千五百台币 人民币一千元左右 我通常会卖青菜 肉和乌冬那豆等 由于俄乌战争 日本能源紧缺 电费相比去年涨了很多 去年还只需要两千多日元 今年就变成了四千 天然气的话 同样也涨了很多 由于在家上班 一周大约洗两次澡 二月天然气 花费了三千三百多日元 水费两个月交一次 平均每月大约一千五百日元左右 水煤店加起来 总共九千日元左右 约合两千台币 人民币四百五十元左右 在家上班用的手机网络比较少 电话费每月两千一百日元左右 约合台币四百七十台币 人民币一百元左右 我在东京租的房子 是新建的木质公寓 一个十平方左右的小房间 和一个厨房 当然带有浴室和卫生间 由于是新建的房子 搬进来初期费用 就花了三十万日元左右 房租每月六万五千日元 包含网络 约合一万五千台币 人民币三千二百元左右 自己持有一台二手排量 很小的K-Car 用于买菜和出油 停车场每月一万三千日元 汽车保险每月三千日元左右 汽油每月大约两千日元左右 汽车每个月维持费 大约一万八千日元左右 约合四千台币 人民币九百元左右 此外 我每个月会 花了一千二百日元减头 约合二百七十台币 人民币六十元左右 综上所述 我二月份一个人 一共花了大约十二万日元 约合两万七千台币 人民币六千元左右 上一期视频 讲了我工作 每月到手三十三万日元 除去以上花销 最后一个月可以攒下二十一万日元 约合台币四点七万台币 人民币一万元左右 我是一个低欲望 低物质需求的人 生活中并没有刻意地去省钱 我每个月的花销 可能对于其他人并没有参考性 我每月基本能攒下二十多万日元 几年间一共攒了一千万日元左右 约合二百二十万台币 人民币五十万元 今年 我用这一千万做头金 贷款五千万在日本东京 购置了一套新公寓 公寓还在建设中 今年十月份就可以和女朋友搬进新家 我是一个二流大学毕业 没有家庭背景的人 如果把我放在国内 高房价肯定会让我遥不可及 日本是主动刺破经济泡沫 回归到正常的国家 一个努力会有回报 即使躺平也会有不错生活的国家 屏幕前的你 觉得我每月花费是高是低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我讨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后会更新 更多日本有趣的事情 欢迎大家关注